灰姑娘竟然是一把菜刀 而且局势闻名 四郎看向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乔亚 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乔亚没有说话 只是拿出了灰姑娘和解奶一样 看到这把刀的时候 四郎也有点震惊 乔亚惋惜的叹道 要摧毁你这样的实力者 实在太可惜了 要不要成为我们的成员呢 对此 四郎只有一句话要说 你压是白痴吗 说完 他浑身肌肉膨胀 脚上的根系瞬间断裂 他朝地面一拍 大地点穴 以他这里为中心 太吵了 那就让所有的都停止了好了 其他人身体动弹不得 都惊讶的不幸 扎乌斯感叹 怎么可能会有人 有这么逆天的能力 将整个岛 连同所有人的动作 一起点穴了 尤打也难以置信 不过 他感觉应该不是 小岛这种小巧的范围 他觉得有一瞬间 整个地球都停止了 点穴 也能强到这种程度吗 尽管众人都摆着 刚才的姿势无法动弹 但乔亚 却在破烂的会场中 穿梭自入 小岛周围 有些地方的地壳 突出水平面一大截 因为刚才 地球的自传差点停止了 由此导致地壳 发生异常变动 大师就是大师 即便隐退了 也还是个怪物 乔亚朝次郎所在的地方看去 却见那里空无一人 而次郎此时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撕烂了他的披风 乔亚阵容露出 劫乃只看背影 就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次郎也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喊道 弗 弗洛泽大人 弗洛泽是谁 是和阿卡西亚 一起抚育他们三兄弟的人 他怎么可能会是现在这样 周遭的地质活动 还没有停下来 弗洛泽跳到半空 用神之烹饪术 裂空斩 一刀切开了 拔地而起的建筑和土层 随后 他们在斩机下 全部碎成了土渣子 那的确是弗洛泽的招式不假 但杰乃觉得 还应该再确认一下 他的笼拓变换形状 延伸出了 能传达到天的美味之路 次狼也拿出了狼王之牙 一发生狼吉尼斯飞拳 如同真正的狼一样 爬上美味之路 朝弗洛泽追了过去 而弗洛泽变身 用魔王肉碎盏一并回击 美食细胞都现脸了 这说明 他已经把细胞的力量 完全占为己有了 也就是说 他吃了阿卡西亚的全套菜单 可吃过全套菜单的 只有阿卡西亚和弗洛泽 这事上 应该没有其他人吃过了 那他 果然是弗洛泽本人吧 杰乃不认可 次狼的猜测 那绝对不是弗洛泽 弗洛泽的烹饪术 确实运用了美食细胞 但弗洛泽烹饪时 改变面貌的样子 跟那个明显不一样 最关键的是 弗洛泽大人已经死了 当年 自己和次狼以及其他人 都亲眼见证了他的离去 他不会再回来了 那话说回来 天上的到底是什么生物啊 弗洛泽举起菜刀 朝地面劈去 次狼和节奶迅速躲避 但节奶刚才受了伤 行动明显跟不上了 眼看刀锋就要劈到他身上 次狼二话不说 冲过去护则他身前 这一招对次狼伤害不小 现在 节奶无法输出 要一边照顾节奶 一边战斗 根本不可能 弗洛泽势在必得的劈下菜刀 次狼和节奶都没有要逃的准备 刀锋就要落下 却被及时赶到的阿鲁 用加农叉截下了 而小松也骑着游游 来到了会场 另外 斯塔金也来了 斯塔金其实早就觉察到他的存在 只是今天才见到真人 他还知道 乔娘应该也是他们的人 只是送这么多手脚不干净的奸细来干嘛呢 打从一开始 这些人的目标就不止阿鲁吧 弗洛泽跳到地面 笑着说 反正 叫那个厨师还活着就好了 可以把他交给我吗 众人随着他的目光看去 什么 他的目标竟然是小松 而这时 铁瓶从烟幕中走来 还摆出了战斗姿劫 接耐提醒阿鲁 铁瓶已经被控制了 小松激动的快要哭出来了 他着急的喊助手 为什么阿鲁非得和铁瓶打呀 说完 犹犹也复合的叫了一声 弗洛泽却说 不管你们怎么说都没用 他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他可是能将四天王泽布拉 瞬间碰刃掉的强人呢 斯塔金阿鲁不多逼逼 也摆好了冲锋姿态 但没等他们出手 他们就被束缚之树捆住 不过 一瞬间 所有的根系都消散了 杰奈从一侧走出 他要和次郎男女混合双打 教训一下这个代孝子 弗洛泽却笑道 就算你们俩夹起来 可能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正当弗洛泽要继续吹牛逼 阿鲁打断了他 你的对手是我 斯塔金虽然没说话 但看得出 他也想加务这场战斗 两人一起露出轨 正是弗洛泽 弗洛泽一瞬间变脸 将他们的鬼驱散 只是一瞬间的气势 就有如此大的威力 斯塔金赞叹不意 弗洛泽对他们的态度不感兴趣 他想要的只有小松 他不是第一个想抢小松的 但能不能带走小松 还得看阿鲁愿不愿意 阿鲁斯塔金骑上阵 飞射钉枪 伴随着火焰裂锋 一起冲向弗洛泽 但却被他一菜刀拦下 只是稍微动下菜刀 就能将火焰完全清除 这是何等牛逼啊 弗洛泽却说 不只是清除了火焰哦 说完 两人胸口上都裂开了一道口子 听到灰姑娘的名字 小松大惊失色 难道是自己想的那个灰姑娘吗 要是条件允许的话 估摸着 这会小松已经找纸要签名了吧 弗洛泽朝小松快步走去 阿鲁和斯塔金再次放出轨 冲上去阻拦他 却被魔王斩打飞老远 路过阿鲁的时候 阿鲁死死抓住了他的脚踝 弗洛泽举起菜刀给了他一刀 明明是他的搭档 却似乎没有完全了解他的价值啊 他快步走向小松 一边走一边问 你在美式金字塔 发现了古老的菜谱对吧 小松这才想起 的确有这回事 难道他的目标是那本古书吗 弗洛泽表示 那本书算是目的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 要发现这个 需要无与伦比的时运 无人能找到那本菜谱 却被他一人找到了 这很能说明问题了 要弄到高德的话 需要这么厉害的时运 所以他才想带走小松 小松害怕的不敢动他 泽布拉却忽然用神波导弹攻了过来 虽然没对弗洛泽造成伤害 但却说明 他已经挣脱束缚逃出来了 和他一起付出的 还有可可和萨尼 经典四宝一进行再现了 但弗洛泽却没有半点慌张 既然四天王都集齐了 一龙挥动筷子 再三劝珊虎收手 看得出来他的苦口婆心 因为他每次都要提醒珊虎 自己要动真格了 可珊虎压根不领情 反倒觉得自己牛逼坏了 对现在的他来说 万物皆为十二 他吐出饥饿之蛇 变大变长的舌头 一击铲出了深海章鱼豹 还迅速缠上了一龙的筷子 居然舔筷子 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 一龙刚说完 舌头朝自己射过来 竟一击将整块土层全部打穿 当然 一龙会长怎么可能会被这种小攻击干掉 他从身后走出 还是同用回忆 劝说珊虎回头是岸 他说起 以前学习锻炼时 经常和珊虎一起切磋云玉 珊虎倒很无实 只回了他一句 回忆什么的 就填不了肚子 过去什么的 早就被我抛弃了 从婴儿时期开始 拥有特殊能力的珊虎 就被人们当成了异端 在因托拉的世界战争 而食物不足的时期 无法获得供给食物的珊虎 只能想办法去偷去抢 那时候 他留下的回忆 只有差点被杀这件事 以及遇到弗洛泽的事 在他饿得失去意识时 是温柔的弗洛泽救下了他 弗洛泽发现 他跟大家不一样 体内有美食细胞 只是吃了一点饭菜 身体就痊愈了 他告诉珊虎 如果没有地方去的话 可以一直待在这里 还把他当做新家人 介绍给了阿卡西亚他们 最终 阿卡西亚接受了他 还给他取名珊虎 三兄弟一起成长 期间 阿尔兰还认识了杰奶作搭档 那时 三虎第一次感觉胃和心 都被填满了 但这一切 却在那一天 全都被夺走了 那天 阿卡西亚回到家 严肃地说了日识和God的事 并带走了弗洛泽 因为碰认God 需要用到他的力量 三虎想阻止他们 但弗洛泽欣喜天下 为了填饱世界上所有人的肚子 为了结束战争 他们非去不可 三虎不理解 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人 冒这么大的风险 刚说完 一股不寻常的气势袭来 是蓝色尼特罗来了 他们是找到God的关键线索 阿卡西亚让他们不要出手 而自己带着弗洛泽出发了 他们出发后不久 就发现了美食日识 在日识结束不久后 两人就回来了 只是弗洛泽很虚弱 因为他碰认了God 但他很高兴 因为这下 世界上的人都能填饱肚子了 三虎很生气 他一直认为 不值得为了全世界的人牺牲自己 毕竟有那些欺负弱小的人在 他忽然想起 可以用疗水治伤 如果能找到 就一定能让弗洛泽恢复健康 三虎不停劝阻 置身前往 被龙王笛罗乌斯子孙 所守护的地方寻找疗水 但他回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要不行了 他想 弗洛泽 若是要为世界上的人们而行动的话 那他就为弗洛泽而行动 他要用一生守护弗洛泽 为了让三虎活下去 弗洛泽带伤 用了暗计 最终不幸离世 阿卡西亚在弗洛泽的墓前 跟三个弟子和杰奶说 他们要连通弗洛泽的那份 一起好好活下去 那之后不久 战争结束了 世间迎来了美食时代 所有人都能吃饱了 但弗洛泽再也回不来了 尽管三虎多次将疗水 洒在他的墓上 却没能将他复活 失去弗洛泽以后 他的胃核心 就再也没被填满过 伊龙质问三虎 弗洛泽大人离世后 阿卡西亚大人说过 要将God和全套菜单封印 你为什么不听嘱咐 三虎理直气壮达到 阿卡西亚说 要将弗洛泽那份一起活下去 所以他要将God 和这世上所有的食材 统统吃掉 连同伊龙的性命一起 伊龙使出秘技 一根块 抄三虎查去 他眼里心里 都是遗憾和不舍 再见了弟弟 然而三虎并没有死 反而还将他的筷子 吃得一干二净 三虎骂道 你老糊涂了呢 没觉察到吗 饥饿之蛇 不仅会将物体吃掉 连空间都会吞噬掉 现在包围着他们的空间 已经成为他一个人的空间了 等他说完 伊龙才注意到 自己的胳膊 已经开始被侵蚀了 三虎有些得意 积有空间 这空间里的 所有一切 都是我的二世 而伊龙的性命 也在他的掌控之中